大家好 我是张鑫 很高兴有机会跟大家聊聊天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住院到底会花掉多少钱 我们听到很多好朋友都在讨论 现在人不能生病 生一次病搞不好会请家荡产 退休人士最担心的问题之一 就是健康和住院 住院可能会让自己的退休计划 产生很大的破口 但是实际上住院到底会花掉多少钱 我想这一次就用我们自己的亲身经历 来跟大家做一下简单的分享 也好让大家心里面稍微有个底 刚好这几天啊 我爸爸从急性病房转到了普通病房 前十天住在急性病房的时候 其实我们一点心情 看这个价钱都没有 就是医生说什么医院说什么 好好好反正就是能选好的 就尽量选择好的 然后昨天转到了普通病房之后 哎我跟我弟就稍微能够喘口气 至少心理上面的一个大石头给放了下来 病情会不会有快速的好转 不知道但至少转到了普通病房 我跟我弟两个心情就好多了 心情好多了 可以闲下来就可以讨论一下 相关费用的问题了 因为我们知道有的医院啊 他在对于住院的收费方面 他是分段收费的 很大一部分的医院是最后出院的时候 在做结账 可是有一些私人的医院 包含大型医院 他可能住院费用累积到一万 或者是两万块钱的时候 他就会叫你结一次账 他会每次每次累积到一两万块 就叫你结账 所以我就开始跟我弟弟 讨论一下这个相关的问题 我们也才有时间去研究这个 到底住院要花多少费用 我看了一下相关的统计数字啊 2022年全台湾大概住院的人次是178万人次 大概接近180万人次的住院吧 就不算天数 就是一次进去算一次的话 然后平均的住院天数 大概在9.6天到9.7天之间 也就是平均一次住院进去 就是10天左右的时间 当然根据不同的疾病 还有不同的状况 住院的天数长短是差距很大的 住院天数最长的 大概是以精神疾病为主 而再来就是 那个上呼吸道的相关感染 或者是肺部的相关感染 他会把住院的时间稍微拉长 或者是动一些大型的手术 当然也有一些比较短的 例如外伤啊 或者是急诊进来的病患 他的住院时间比较短 但是零零种种平均下来就是在9.6天 我们不管他小数点好了 我们就算他10天 也就是全台湾大概一年 有180万人次的住院状况 然后再来平均一次住院 就是10天左右 我们先把这个数字放在心里面 也让我们接下来的统计啊 或者是分析 比较有个参考的依据 好 那我就来讲一讲 我们住的这个医院 他的住院状况 和可能付出去的费用吧 我这个医院是桃园的盛保路医院 我们现在出来住的病房 是选择那个单人病房 他跟健保房比较起来 他就会有一个差额上面的数字 需要去做自费的补贴嘛 为什么会选择单人病房呢 因为老爸 老爸只有一个 总希望他在那个住院期间 能够获得一个比较安静的疗养空间 一方面是为了让病人能够安心的疗养 比较不会受到其他人的打扰 然后再一方面对于陪病的人来说 也能够获得一个比较好的休息和休闲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 当老人家不舒服的时候 会产生一些声音 会产生一些那个叫声 吼声 或者是一些哭声 我们也不希望老爸的这一个状况 去影响到其他病人 或者是影响到其他陪病的家属 再讲一个吧 就是不希望老爸这种不舒服 或者是比较不好看的状况 被其他人看到 其实考量很多 没有绝对好或绝对对的考量 我相信每一个家庭 对住院做出的选择 都是最好的选择 每一个家庭都会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 人力的配置 还有那个 家庭那个什么拆分 财务的状况 去做出一个对自己家庭最好的选择 所以没有绝对好或坏 反正每个人都是根据自己最好的状况 当时的情形做出一个最好的判断 而我们的选择就是选择一个 单人房 给我爸爸做比较安静的休养 然后再换尿布 其他各方面 也不会被人家看到 也不会影响其他人 一方面不想影响其他人 一方面也不希望被其他人影响 那当然就是给爸爸选择最好的 我们也不知道多少钱 是昨天跑去看了 问了之后才知道我们的那一个房间的费用 大概是差额要补贴3000块钱 这是第一笔可能产生的费用 第二笔 我们家比较不会产生的费用 就是我们隔壁几间好几间都有看到一些 大陆籍的那个新住民啊 也就是大陆妈妈大陆新娘 他们在做照护员 我就问你跟他们聊一下到底 请他们一天要花多少钱 我也去院方那里拍了一些照片下来 哇原来他们一天的照护如果是24小时的话 在这里大概的收费是2800块钱 一天24小时2800块钱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 体力上非常大的负荷我就问他们会不会累 他们说真的很累因为心理上的压力很大 你三不五时就要去看一下是不是有尿尿啦 然后是不是有 鼻尾管需要处理啦 还要帮他翻个身啊需要帮他拍拍背 当然日常的照护是一定要做到 但是只要有一点点不舒服 有一点点声音他们就得过去看 24小时心情都是紧绷着 问他们钱好不好赚 他们也觉得 这就是辛苦钱吗 没有好赚不好赚 这对每个人来说金钱的价值 他就是一个相对价值而不是绝对价值 我想他们讲的也很好 好多好多 大陆 新娘就在做这个相关的工作 在做这个全日照照护的 那个好朋友里面 外籍好朋友的比例就非常低了 就几乎没有看到因为 长时间的照护可能还是需要 比较多的语言沟通吧 语言和文化上面能够沟通清楚 那照护才能够更尽心尽力 一方面跟病人在不舒服的时候要能够有一个稍微的沟通 再一方面跟医师护理人员也要有一个基本的沟通 再来跟家属的期望值之间也需要有沟通 所以语言就会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这是我看到的 一天大概是2800块钱左右 如果只请半天 也就是12个小时 另外12个小时由家人来轮班的话 半天的 价钱大概是1600块钱 当然这是属于桃园地区 圣保路医院也就是一个区域教学医院的费用 在不同的医院里面他的费用会不一样 但是Around 从南到北以前我在医院跑走动的 印象 来跟大家报告的话大概 请一整天的看护就是Around在3000块钱上下 有的比3000多一点有的比3000 少一点 当然在一些重要的假日春节除夕初一的话要包个红包给人家嘛 当然有的医院他是把这个相关的费用是定在里面 他就是会有一个 简单的加班费在里头 当然这个东西我们就不记了 所以一天呢大概 如果自己没有办法照顾要请人家照顾的话Around就是在3000块钱左右 哈喽你看我们看一下病房的致付额 如果是3000块再加上这个照顾的费用3000块 一天呢 如果家属没有办法照顾然后又希望做好一点的病房 他的费用就是在 6000块钱 如果有保险的话你就不需要担心这些费用反正有十字十付吧 没有保险的话 这一部分也是一个 相对沉重的负担 再来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费用呢 有的有的 包含你看病患的饮食 如果是管罐的话我知道管罐的费用 相关的营养费用啊或者是那管罐饮食的费用在住院期间是有 健保费支出的 因为可能就是身体上面 医师经过评断之后他不适合正常医师嘛 你有擦鼻胃管要需要管罐 那这个费用就由健保来给付 如果是有吃饭的话 大概一天就是300到400块钱 如果是吃医院 因为他会做一些营养方面的 调整可能口味没有那么好吃但是 至少现在做起来还是干干净净 而且有一些营养调配 然后再加上那个色香味 胃大概没有但是看起来还是不错的 一天大概就是三四百块钱对病人来说 你看这也是一个费用 再来就是如果病人需要 换尿布 或者是 大小便没有办法治理的话 这个也是一大笔费用 成人子尿布 大概一片耳浪在15到20块钱左右 当然看你买的 多寡 也看那个大人的身形大小 XL的尿片比较贵 如果是 L size的或是 M size的他就比较便宜 这个每个人的 状况不大相同 额浪在15到20块钱 然后如果是需要清理 排泄的话 你一定会需要很大量的丝纸巾 像我比较不会弄 上一次大便清理一次啊 就大概会用掉一整包的丝纸巾 一整包丝纸巾大概就是 最便宜最便宜最便宜的 大概是50块钱左右 所以 整天下来大概这个 清洁清理 卫生纸 或者丝纸巾 加上尿布的费用 我自己算起来一天大概是200块钱上下 所以看 这些东西 吃饭加上丝纸巾 这些东西加起来 再另外一个 我们家自己产生的费用就是 停车费 当然我弟的停车费 他自己会负担 我负责我的停车费 我一天 有让停车费下来就是200多到300块钱 停车费加上油钱 平常不会产生这个油钱 油钱加上停车费 来来回回来来回回跑来跑去 再加上买一些有时候要买比较好的鼻胃管 要买比较好的尿管 有时候要买管管的针筒 把这些东西零零种种加起来 大概一天的雜资费用 我把它抓一下大概也会在 1000块钱上下 因为停车费加上油钱大概就五六百块 跑不掉了加上卫生纸 加上那个其他的饮食费用抓1000块 所以你看住院的差额大概3000块 我知道台北的医院或大型医学中心是4-5000块不止 但是我住这个医院就是3000块钱 如果要找长期照护24小时照护的又是3000块 其他的雜资费用1000块钱的话 这样加起来一天就是7000块钱左右的支出 但这没有包含任何的机会成本 有人会把机会成本算在里面说 如果你不要照顾你自己出去赚钱 能够赚超过2800块 又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休息 那就请别人做 这样子能够赚到更多的钱 对整个社会来讲 你也能够贡献出更多的价值 然后该那个照顾的交给专业的来照顾 这个我们都知道 但是 实际的费用大概是这个样子 跟大家 包括大家自己心里有底反 大家自己评量就对了 好那我来算一算 我们自己的花费 和 可能产生的花费 我们家就是我跟我弟两个人照护 然后加上我们家还有一个外籍好朋友阿薇 阿薇的费用啊 咱们如果简单的把它拆一下的话 把它拆成10天来算 因为我爸爸现在住院大概超过10天 我们就以10天来算一个费用 病房的费用3000块钱 照护的费用我们家没有 一天产生的杂志大概是1000块钱的话 我们一天大概就是4000块钱 住院10天大概就是4万块钱左右的费用 当然这 另外还要外加挂号费 还有急诊室送进来的相关费用 加起来大概我自己算大概有可能会跑到 5万块钱左右的费用 也就是住10天 住单人病房 然后自己照顾的话 会有5万块钱左右的费用 如果要请别人照顾的话 那就是再加3万块钱 一天2800大概3000块钱的费用 再加3万块钱的专业 24小时照顾费用 那整体加起来 就会跑到8万块 所以 一般来说如果你住院 住单人病房 又请别人照顾的话 大概就是 10天 7万到8万块钱的支付 这个东西放在心里面 我想大概 你不管到哪里去 并 如果不是差异太大的话 大概就是这个费用 那一个月来说呢 就是20万上下的费用 可是以国人平均的住院天数来看 大概住10天左右 所以住院一次 可能需要从口袋里面放出去的钱 就是7万到8万块 这是包含 个人病房 再加上照顾费用 如果是自己照顾 又住健保病房 也就是3到4人一间的话 他可能 厕所是要共用 所有的陪病家属和病人在需要清洗 上厕所的时候可能需要稍微排一下 也可能会有稍微有一点点吵杂互相干扰 但是健保局才提供了一个最基本的医疗照顾 那这个样子 你看自己照顾不用钱 再加上健保费用不用钱 那大概需要的就是杂志1000块钱左右 那个 那个算起来就很便宜 如果你住10天的话 也最多最多加上那个 急诊的费用和挂号的费用 兜兜起来 也就是1万多块 不会超过2万块 所以 住院10天 最低算起来大概就是1万多块到2万块钱左右的费用 然后 最高 加起来大概就是7万到8万块钱 当然你要选择更好的VIP房 或者是特殊的 单人病房特殊的照顾 那当然费用会更高 但是 平均下来 我想这个数字应该 跟实际发生的状况 不会差异太大 但是我 跟几个好朋友在医院里面聊了之后 我发现还有另外一个很好的选择 叫做整合照护服 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我以前不知道 我也知道现在不容易排到这个相关的整合照护服务 但是我想把这个讯息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 去年啊 或者是现在的整合照护病房 整个台湾统计下来 每一年大概可以有7万多人是享受到这个服务 因为 不是每个床都有啊 那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服务呢 也就是 第1个大概是健保病房 也就是4个人一间的病房 那就会有4个病人吧 那这4个病人就共同聘请一个全日照护的人员 当然 我们讲的不是一个 他可能是上下 一个人照顾12小时 一个人照顾小时 可能聘请 两个专业的照护人员做24小时的照护 也就是 一个专业照护人员负责 4个病人 喔 那这样子费用会差多少呢 那我来跟大家报告 第1个因为是4个人住一间病房 所以健保病房的 支付额差额就没有 所以在病房上面就不需要付钱 这是第1个 第2个因为又聘请了一个共同专业的照护 那家人 陪病的机会就 少很多 那 病房里面的吵杂声 也会降低很多 再来一个 你能够请到的是一个专业的照护人员 他比像我们这种手忙脚乱 再要重新开始学习 他就要专业多了 他该注意的事情都会注意 该照顾的事情都会照顾到 你说是吧 你也会比较安心 如果你还有在上班有在工作 可能住在比较远的地方 那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再来 我们说费用呢 如果 我们刚刚说如果你请一个专门的照护人员 24小时跟着一天是2800块 而请这个共同照护的 一天的费用只要 1400块 你看共同的费用 立刻就从2800变成了1400打对折 而且找到的是一个24小时专业的照护人员 如果经济上面有些顾虑 然后或者是路程或者照护方面 可能一时之间安排不来的话 或许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你看他的费用大概会是多少 如果一天就是花1400块 因为四个人住一间优势健保房的话 住院10天大概就是 14000块 加上急诊的费用 挂号的费用大概也恶乱在 2万块钱出头 如果再加上那个其他的相关费用 你看停车 有钱就不用了嘛 你加上那个尿布 耗材 还有吃饭这些的费用进去 大概会恶乱在 3万块钱 不到 就能够让病人获得一个 很好的照护 也就是2万5、6千块 或者是2万出头 就可以搞定 所以你看喔 这样子选择 或许就会在我们前面自己讲的 传统的照护概念里面 杀出一条不一样的照护之路 以前要不就是 自己照顾 要不就是请专业的一个人负责照顾 要不就是轮班 要不就是选择单人病房 要不就是选择 比较吵杂很多人陪病的 健保病房 但是 这个 我自己 走来走去 看来看去 嘿 还真的 感觉挺不错的 因为那个人 尽心尽力 一个人负责12小时 两个人轮班 然后他们就是不停的在照顾这四个病人 真的是提供了一个相对专业的照顾 再来 他的病房里面真的相对安静 因为会请到 这一类共同整个照顾的 家人都是比较 没有时间的 整个病房里面感觉他的品质 还有他的空间 还有厕所的使用 还有那个 吵杂 都相对 降低很多 我说 这样子的花费大概是1400块钱 所以 身影症病 住医症院到底花钱多不多 现在医院的住院 可以选择的方案 现在变得越来越多了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状况去做调整 最后再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们如果再整合一下 最便宜的选择方法就是 第一个自己照顾 然后住健保病房间 就是4人左右 当然这是需要排 医院要看当时的状况到底有 或者是没有 但是你可以在 医院要住院的时候 跟他说你优先选择什么东西 这是第一个他是 最便宜的 如果加上 门诊挂号 加上那个吃饭的费用 还有停车 这些零零钟 加起来一天大概1000块钱上下 住10天大概1万到2万块钱之前 之间就可以把所有的事情搞定 这当然就是 健保支付了绝大多数的费用 如果像我们自己的话 我们自己就是选择 住单人病房 3000块钱 然后照护的费用没有 这是我们家自己照护 然后再来就是其他的杂资 有的没有的费用 一天增加1000块钱 也就是一天4000块钱 然后 整体照护起来 如果算10天的话 大概就是 4万到5万块钱之间 就可以把这一次 住院的整个费用 给cover掉 当然我们住的时间 我爸爸住的时间一定 会超过10天 搞不好20天 30天 不过 反正就是大概这样费用 大家自己心里有个底 如果要请专业照护的话 那一天大概是3000块钱左右 住院费用3000 照护费用3000 再加上1000块钱左右的杂资 也就是7000块钱一天 10天加起来 再加上 急诊和挂号费用 大概 7万到8万块钱之间 好 最后我要跟大家报告的 就是刚刚那个整合 整合讲很多了 我们就不再讲了 那有没有什么 比较好的选择和解决方案 像我们年纪已经大了 50多岁了 现在要再去保险 已经 划不来了 年轻时候也没想这么多 因为没钱嘛 所以根本也没有在做什么保险 像我爸爸这一次 因为他完全没有保险 所以费用就是由我们自己支出 所以如果现在还来得及 或者是这一次 住院能够提供一些反思的话 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是 如果你很年轻 或许 保险 时之时负啊 或者是相关的住院保险 他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人总会碰到 生老病死吧 住院或许是不可避免的人生 必经之路之一 只是有的人住的长 有的人住的短 有的人住院露出医院的频率比较频繁有的人露出医院的频率很低搞不好住一次就去了 但这个人 没得说 保险不就是为了这个事情吗 把住院少的人的钱然后拿来补贴 可能频繁需要住院住院时间比较长的人 但是我觉得如果有了保险 有了时之时负的保险 可能平常付一点点钱 在住院的时候 你就不会感受到 这么大的禁忌压力 虽然这笔钱对我跟我弟来说应该 还好 但是我知道有些人对于这笔钱 他还是会感受到很大的压力 因为住在里面 你根本不知道会要花什么钱 你根本不知道 10天到底能出院不能出院 他就是一个 我要怎么讲 就是无底洞 反正每天就是 7000 7000 7000一直跑进去 像我们每天就是3000 3000 3000一直跑进去 如果经济状况好 问题不大 经济状况不好 那真的还是个压力 如果还需要兄弟姐妹一起抽钱 搞不好他就会成为家庭纷争的来源 所以第1个 我觉得保险是很重要的事情 第2个部分 就是 退休人士 自己真的要好好存点钱吧 以前都没想到这一方面的费用 因为没精力嘛 我们也不生病 老爸军人 也没有什么在生病 他有什么住院的问题 10年住一次院 差不多了 我们根本连健保局 都没 连健保卡以前都没什么用过 根本没想到 但是 看了这一次 两次看了医院相关的情况之后 我觉得如果可以存退邮金啊 或者是医疗相关的费用 如果没有保险的话 可能还得存一笔这个相关的急难救助金 免得再出事情 或者是住院的时候 还需要躺在床上 烦恼钱的事 这样子就没有办法好好安心养病了 你说之吧 今天也是要把这个费用跟大家讲一下 大家心里就会有个底 可能生病一次不会请家荡产 但他还是会产生个三五万块钱的相关费用就对了 全国的平均住院时数 也就是9.6天嘛 所以不用担心住太久 反正也就是 大概这个状况 现在有个底 那就比较好做 处理了 再来一个就是 照护的费用 刚刚讲的那个共同资源的整合照护服务 大家如果以后有住院 或许可以问一下 现在全台湾有开办这种整合照护的医院 大概是七八时间 问一下 一个可能 获得比较好的品质 自己 家人照护的时间不会那么长不会有这么大分工或者是心理上面的压力 再来 费用 也比 其他的选择要来的 便宜很多 或许这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就到这个地方 拉一拉扎讲了一堆 但是总觉得 心情还是不错的 为什么呢 因为老爸终于从 急性病房转到 普通病房了 我们才有时间 想这个钱的问题 你说是吧 不然真的在心急的时候 钱哪有在管这么多 反正付就对了 好了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个地方 咱们下回见 拜拜